各位朋友,新年好!2020年將會給每一個中國人 都帶來極大的機遇,無論你是做老闆的還是打工的 無論你是窮人還是富人,無論你現在是在體制內 還是在體制外,只要大家避開了一個陷阱 抓住了一個機遇,很快就會在2020年 迎來一個人生的巨大的改變 為什麼這麼說呢?咱們先來說一說這個陷阱 先從經濟形勢說起,我們不講太多的理論 用事實來說話,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是在東部沿海 有兩個城市是比較有代表性的製造業中心 北面的那個叫大連,南面的叫東莞 跟2012年之前的時候相比 東莞現在的這個企業大概倒閉了一大半 過去東莞是台商比較集中的地區,現在台資的企業 百分之七八十都已經關門歇業了 製造業不景氣就連帶了其他各行各業都一起蕭條 零售業是首當其衝,在東莞的這個全盛時期 他們建了一個世界上最大的購物中心 現在蒙可落雀,99%的這個店鋪都租不出去 大連過去是東北經濟增長最快的地方 也是日本投資中國的一個重鎮 最繁榮的時候大連有25萬日商 現在日商都已經全線撤離了 大概只留了一千多人在大連處理那些企業的後事 大連有一個過去日本人投資新建的一個高檔的辦公樓 好像叫深茂大廈,以前裡面全部都是日本的公司 日本人不是比較喜歡加班嗎? 所以那個時候那大樓裡面一直到晚上10點11點還是燈火通明 現在一到晚上漆黑一片,日本公司全撤了 外資撤離,再加上大批的民營企業倒閉 這就說明中國過去這幾十年經濟發展的這個模式已經走到盡頭了 中國過去是什麼模式呢? 就是政府人為的壓低勞動力的成本 同時也壓低中國的自然資源的成本 這樣就可以生產出大量的廉價的商品 因為這個勞動者工資很低,所以說你國內的市場 消費市場發展不起來,那這些產品呢 它都是為國際市場生產的,主要是用來向全世界 尤其是向發達國家傾銷的 過去經過這40年的發展模式之後,國際市場已經飽和了 而且很多國家已經感受到自己的市場被中國的廉價商品佔領了 所以現在開始抵制,美國跟中國打貿易戰了 其他的西方國家也跟中國經常有貿易上的摩擦 而且現在東南亞還有印度這些國家 跟中國相比他們有更多的勞動力優勢了 而且他們的社會環境相對的還穩定 所以製造業大量的遷移到那些國家 所以中國的製造業衰敗現在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 那有些朋友可能還有疑問 說現在中國的GDP不是每年還有6%的增長嗎? 這個增長率比歐美國家、日本、台灣都要高多了 怎麼能說中國的經濟現在衰敗了呢?怎麼說這個路走不通了呢? 我在這裡想告訴大家 如果你還是通過國家統計局的公佈的數字 來了解中國的經濟,那說明你太不了解中國了 中國的經濟跟這些統計數據半毛錢的關係都沒有 統計局的數據都是造假造出來的 中國各級政府機構每年報上去的那些數據 全部都是假的,中央也知道這些數據是假的 但是他們需要這些假數據 因為他們只有根據這些假數據才能告訴大家 現在經濟還在繼續增長,大家都來投資吧 我有一位認識很多年的一位網友 他是一個縣城裡面的統計局的幹部 他告訴我,他說他每年每個月都要按照領導的意思 修改那些經濟數據、統計數據 剛開始的時候他很害怕,怕今後被查出來承擔責任 後來一看大家都這麼幹的就不怕了 他還告訴我說,他說如果是誰相信統計局的那些數據 那就是傻逼,這個話很粗糙 我們不應當說的,但是話超理不超 那後面還補充了一句 說絕大部分的經濟學家都是傻逼 要想知道中國經濟的真實狀況 大家只要到各地的工廠區還有商業區去走一走 看一看,看看有多少工廠關門了 看看有多少商店倒閉了 直觀的這個印象比這個數據可靠多了 生產下降,消費也下降 那整個經濟肯定就會一路走低 而且呢,因為這是過去幾十年的整體經濟結構 所造成的一個必然的後果 所以說啊,問題還會越來越惡化 直到最後整個經濟體系撐不住了,崩盤了 那這個過程呢,從16年開始往下滑的這個過程 16年就開始了,2020年呢 極有可能出現一個危機總爆發 那即使是沒有總爆發 2020年也是會非常的接近這個臨界點 絕對不會好轉了 這就是我們現在所面臨的經濟上的形勢 中國有一個很著名的公司叫小米 它創始人雷軍,曾經說過一句很著名的話 他說站在風口上,豬都可以飛起來 這是說經濟形勢特別好的時候 你投身進去,再笨的人都能賺到錢 現在情況正好相反了 那經濟形勢急轉直下 這個時候經商那就是逆潮流而動 即使你是商業天才 這個時候你如果投身進去也會遭到巨大的損失 所以說2020年的中國經濟是一個大陷阱 這個陷阱一定要避開 如果你現在正在中國經營一家企業 那你就要盡快的全身而退 如果沒有辦法全身而退,那就要盡量的縮減規模 至少你是絕對不能夠繼續擴大投資 繼續擴大規模,你的規模越大 損失就越大 如果你是打工的,你想雄心勃勃的 說今年我要開始自己創業,那我勸你暫時要打消這個念頭 現在絕對不是經濟創業的時候 輕易的嘗試創業就會把自己的血本都敗光 出事未竭,生鮮實 那有些朋友可能會說,你這種說法 2020年到處都是危機,哪裡有什麼機遇啊? 我想告訴大家,所謂的危機就是危險和機遇同時存在啊 危險和機遇,這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啊 下面我就來跟大家講一講這個巨大的機遇 可以說是百年不遇的機遇,可以說是千年不遇的機遇 大家都知道,經濟下滑的一個直接的後果 就是大量的人員要失業 當然了,失業率也是可以偽造的啊 比如說現在國家統計局的這個 說現在失業率只有5.4% 鬼都不相信,他們自己都不相信 上個月習近平在政治局的會議上面還強調了 說要做到六穩,要穩定六個方面 其中就包括穩定就業 這也就說明了現在的失業問題已經相當嚴重了 所以才需要穩定,強調穩定 上個星期李克強還做了一個報告 說是要嚴肅對待規模性的失業所帶來的社會風險 也就是說現在失業人員的這個規模已經相當相當的龐大了 如果說只有5.4%的失業率 這還是低於全世界的平均數字的 那有什麼好緊張的呢? 他們緊張是因為現在的失業率已經遠遠的超過了5.4% 可能是15%,也有可能是20% 甚至有可能更高,高到了足以威脅政權的程度了 這才會讓他們緊張啊 因為一個人失業以後那是高度的鬱悶,高度的煩躁 平時很平和的這麼一個人 你失業一段時間之後就會變得滿腹牢騷 而這個失業的人如果是很多了,不滿的人很多了 大家聚在一起經常一聊天,就會相互一吐槽 就會發現原來我並不孤單的,這麼多人跟我一起失業了 這就很明顯,這不是我們個人的責任,不是我們無能 而是整個社會出了問題 這個時候很多人的怨氣就會形成一個共振的效應了 就會形成一個對社會的不滿,對政權的不滿 就拿一個100萬人的城市來說 勞動力大概在60萬左右 如果失業率是10%的話,那就是6萬人失業 如果失業率是20%的話,那就是12萬人失業 按一家商口計算,這個失業率10%就會影響到 讓30%的人對這個政權不滿 如果是失業率達到20%,那就會影響到60%的人對社會不滿 那這僅僅是因為失業不滿的,還有其他原因不滿的 有因為房價太高不滿的,還有因為養老金太低不滿的 還有因為退伍之後沒有受到妥善的安置的不滿的 有些人是因為工資太低了不滿的 還有一些人因為房子被強拆了 還有因為信仰受到了壓制不滿,等等等等 所有這些不滿的人加起來 那超過人口總和的一半就會不滿 甚至達到90%的不滿 這麼多人不滿,那這個社會怎麼能撐下去呢? 那這個政權就會受到大規模抗疫的衝擊 這就會受到顏色革命的衝擊,就有可能被顛覆 那現在社會上流行的一種說法,說中國人膽小,打死都不敢造反 這是中國政權給大家在洗腦,完全不符合事實 如果中國人真的那麼膽小,那我們現在應該還生活在清朝啊 那甚至還生活在明朝啊,甚至是生活在秦朝、漢朝啊 過去那麼多的朝代,就是被大多數都是被中國老百姓給推翻的 當然我不是說每個中國人都很膽子大 大多數中國人在平時日子過得去的時候 確實是比較膽小的,但是呢 但是只要是大家發現自己身邊不滿的人越來越多了 膽子就會變得越來越大 因為人有一種心理,大家都覺得天塌下來有大個子頂著 所以說只要大家一起動,這個時候膽小的人都會參加這些抗議活動 那美國有個政治學家統計過,說在過去40年的這個世界歷史當中 所有的這些專制國家,只要他有3.5%以上的人口參與這個抗議行動 就會爆發顏色革命,政權就會更迭,民主轉型就會實現 那我建議現在國內的朋友大家都去了解一下自己所在地 看看有多少人失業,有多少人對現狀不滿 當然了,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如果你是一個不問世事的歲月靖好派 那你身邊估計絕大部分人都是跟你一樣的 一個德性,那你這個調查是得不到準確結果的 如果你是一個憤青、治幹五,你身邊大多數人也是和你一樣的 因為正常的人都不屑於跟你們為伍 所以說你們也是得不到正常的完整的答案的 要想得到完整的答案,就必須得客觀的去了解一下 當地的各個階層的狀況,了解一下從體制內到體制外的 各種人的心態,大家就會發現不滿的人絕對是會超過一半 極度不滿的人肯定是已經超過了3.5%這個關鍵數字 也就是說整個社會的情緒在2020年的時候已經達到了臨界點 現在只需要一個導火鼠就可以把它點燃 那這個導火鼠在哪裡呢?很多很多 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就是政權高層的內鬥 極有可能成為導火鼠 幾天之前,12月27號到26號、27號 中共政治局連續召開了兩天的所謂的民主生活會 實際上是他們內部互鬥的一個會,整人的會 會上除了歌頌習近平一個人之外 其他的人都要做自我批評,要向習近平檢討 他自己的缺點不足 最後大家還要共同的給習近平奉上了一個新的稱號 叫做人民領袖 很多媒體就把這個解讀為說中共內部現在還是非常團結的 大錯特錯,這正好說明他們現在不團結 這20多個政治局委員當中 過去除了少數的習近平的親信部下之外 其他的人過去跟習近平都是同一個級別的官員 甚至是比習近平的官階還要高一點 威望比習近平還要高一點 比如說像李克強、汪洋、韓正這些人 在他們眼裡習近平就是一草包 只不過是因為以前的那些領導人 像江澤民這些人 他們是想搞垂簾聽政 所以故意弄一個草包上位 才讓習近平當上了總書記 那現在習近平居然要騎到大家頭上 拉屎拉尿,公然的要這些人批評自己、羞辱自己 然後把習近平中為人民領袖 把習近平捧上神壇 這些人要在底下跪著三乎萬歲 大家想一想這些人心裡面怎麼能夠平衡呢? 怎麼能夠不氣憤呢?那除了政治局的這些人之外 還有其他很多的,像江派的、團派的、軍隊的一些高幹的 還有紅二代的那些大家族子弟 對於習近平和他的這個小圈子 親信小圈子也是非常的不滿 因為習近平他要搞獨裁 習近平要搞這個選擇性的反腐 威脅到體制內每一個人的利益 甚至威脅到這些高層的每一個人的人身安全 這些人表面上現在在吹捧習近平 但是私底下現在是在緊鑼密鼓的 早機會反習、早機會倒習 另外習近平這個輕型班子 他們雖然拍馬屁的功夫那是第一流的 但是也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蠢啊! 在政策、決策方面是經常的犯錯誤 比如說貿易戰當中,幾乎每一步都錯 在這個應對香港反送中運動過程當中 也是每一步都錯啊! 所以現在才搞成了現在不可收拾的這種局面 前兩天他們又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 可以說是一個致命的錯誤 前兩天中共公佈了一個政策 要把戶籍制度進行改革 要把300萬人口以下的這個城市的戶口 全部開放,就是說誰想進去落戶就落戶 300萬人到500萬人之間的這個城市放寬 準入的標準,500萬人以上的這個大城市 那就精簡準入的程序,這是一個大改革 戶籍制度是中共實行的一個很邪惡的制度 早就應當廢了 尤其是在過去經濟發展快速時期 大量的農民工進程 那個時候如果是改革,准許這些農民工在城市落戶 給他們提供城市居民應當享有的福利、待遇、權利 如果那個時候就走這一步 那對老百姓是有利的,對於政權也是有利的 那現在經濟形勢已經發生了逆轉 大批的農民工已經失業了 還有更多的人收入下降了 那你這個時候,你們想讓這些人進城落戶 這就是要想把他們僅有的一點點微薄的家底 要一次性的消費掉,讓他們來刺激城市經濟發展 最後結果怎麼樣呢?經濟不會被刺激起來 反而會造成劇烈的社會動盪 我給大家推演一下 現在中國這個城市裡面的教育、醫療 還有社會福利、養樓等等方面的這些資源 跟其他的國家,正常國家相比那是差遠了 但是比農村的居民有強的太多了 那麼這個政策實施了之後,戶籍開放政策 農民為了享受城市裡面的這些資源 那一定會蜂擁而盡 農民絕大多數現在都是窮人 他們把所有的家賬都變賣了 也買不起城市的一套房 所以說有很多人他會去租房 還有更多的人,連房子都租不起 但是他們也要進城,進城就要搬進貧民窟 而且這些人到了城市之後 他本來這些城市的資源就不是說很充足 現在要分一大批給這些人 這些人就不夠分了,比如說孩子上不了學 大人找不到工作,失業的人甚至拿不到低保 老年人拿不到足夠的養老金 那個時候這些進城的農民他們就會非常的生氣 中共的這個舉措實際上就是把農村的矛盾 現在全部都集中到城市裡面去 這些矛盾在農村的時候,中共是比較容易控制的 一旦到了大城市,這個矛盾集體爆發 那個衝擊力就會比以前強大很多 所以大家拭目以待,一旦農民進城多了 街頭抗議的人就會越來越多 抗議的規模就會越來越大 統治秩序崩潰的就會越來越快 2020年這個進城就會開始啟動 開始了之後,整個政權就會兵敗如山倒 社會就會發生天翻地覆的大變革 有人可能認為,我這說的都是社會動盪,都是壞事 社會大變革對於想維持舊體制的人來說 對於那些舊體制的受益者來說,確實是壞事 但是大家從另外一個方面想 對於那些不想維護體制的,對於那個體制的受害者來說 那不就是大好消息嗎?比如說,現在的這個醫療資源 80%的都被極少數佔人口2%的官僚集團 被他們給消耗了,官員的級別預算 越高,每個人消耗的資源就越多 最高層的官員也就是中共中央的 那些現任的官僚和退休的官僚 那每個人每一年的醫療保健費用平均是2200萬人民幣 就提起垮台之後,這些官僚特權全部都廢除了 那這些資源就可以足以讓每一個中國人都得到免費的醫療保健 還有中共用於宣傳洗腦,用於維穩的經費 每年加起來是一萬五千億 這個體系垮了之後,這一筆費用足夠保障所有人養老 還有中國一共現在有七千到八千萬套空置的房屋 絕大多數都是屬於那些貪官污吏的 將來實施陽光法案,沒收這些貪官污吏的財產 這些房屋足夠讓全國的老百姓實現居責有其污 這是所有中國人都能夠得到的好處 這樣的好處還有其他很多很多 我今天就不跟大家一一列舉了 今天我主要是想講,社會大變革會給一批勇於擔當的人 給一批有才能的人、有志向的人提供一個巨大的機遇 在過去幾十年中共已經形成了一個立陶太機制 就是把那些有才能的、有品德的人排擠到統治階級之外、體系之外 而即使是有一少部分有才能、有品德的人進去了 混進去了也得不到重用,只能在底層非常的憋氣 那麼現在機會很快就到了 社會就是一套組織體系 革命的本質就是解體舊的社會的組織 建立新的組織 所以要是把在這個摧毀舊組織、創建新組織當中佔領了先機 那它就是新社會的創造者、新社會的領導者 那中共是一個龐大的組織 所以將來需要很多的摧毀者 中國也是一個龐大的國家 所以將來也需要很多的新組織、需要很多的創建者 這就是眾多的機會 這就是眾多的創造歷史的機會 這就是成就事業的機會 只要你在國內,無論你是哪一個階層 無論你現況如何,你都有這個機會 你是體制內的人,不要緊 你可以從體制內來瓦解這個組織 比如說像蘇聯,過去有戈爾巴喬夫 有葉利欽這麼一批人 他們就是從內部瓦解了那個舊組織 最後他們都得到了俄國老百姓的認可 得到了全世界的尊重 如果你是在體制外的,那就更好了 那就可以更加毫無顧忌的摧毀這個舊組織 比如說以前波蘭的有一個瓦文薩 他在運動爆發之前就是一個電弓 但是有才能,有勇氣 他這個運動爆發之後 一夜之間他就成為舉世文明的英雄了 最後還當了波蘭的總統 當然了,像葉利欽、瓦文薩這種領導整個國家變革的 最後名流輕始的,肯定只是少數 但是創建一個新國家,管理一個新的政權 需要很多很多的人,需要非常多的領導者 比如說在民主制度之下 除了總統或者是總理之外 各個部門都需要部長、副部長 各個省都需要省長 各個市都需要市長 縣需要縣長、鄉需要鄉長 而且每一級的行政首長 他下面都需要有一整套的自己執政的班子 有一批協助他執政的這樣的一些政務官員 同時各個級別,從聯邦的國會 各省的審議會 還有各個市各個縣的都有自己的民意代表 還要加上各個層級的政府 都要有很多的功能機構 這全部加起來人數需要的就非常的多 當然了中共憲政權它是一個龐大的機構 將來的這個政權比憲政權要精簡很多 但是因為中國這個人口眾多復原廣闊 中國需要很多很多的管理者 未來的從政者有很多很多的機會 就算是將來的民主政權的這個官員 只有現政權,現在的中共政權五分之一的人數 那也是需要至少是60萬各個級別的政務官員 還有600萬各個級別的公務員 這就是很多很多的機會呀 那麼什麼人能夠把握這些機會呢? 外在的條件需要的不多 只有一個就是你必須是在中國境內的中國人 海外的華人大家可以幫忙推動這個變革 因為現在是互聯網時代嘛,可以參與 但是呢,絕對起不到領導作用 要起到領導作用,你必須得在這個大變革開始的 那個最初的那個時間點呢,你能夠在當地有團隊 你能夠掌握先機,勇敢地站出來 在海外呢就沒這個條件了 所以你必須得在國內,這是唯一的條件 其他的,唯一的外在條件,其他的條件都是內在的條件 也就是說大家的個人素質 成為這個變革時代的領導者需要哪一些素質呢? 首先需要的是勇氣 前面我們講過普通人他之所以願意參與一場大變革大運動 是因為他們覺得天塌下來有大個子頂著 也就是說有那些領頭的人他們頂著他們去承擔責任 承擔風險,在運動的初期風險是非常大的 領頭的人,想領頭的人是很少的 那有勇氣的人就很容易成為領導者 那其次呢就是要有一點智慧 勇氣太甚的人就很容易變成魯莽的人 那魯莽的人呢就經常會冒一些不必要的風險 那因此他極有可能還沒等到變革的時機到來 就被這個專制機器給消滅了 所以有智慧的人一定要懂得節制,要懂得把握時機 時機不到的時候一定要是默默的準備 時機到的時候才奮力出擊 那最後第三點就是要有行動力 在變革之前要踏踏實實的做好各種各樣的準備 尤其是要做好團隊的準備 那一個領導者他不僅僅是能夠衝鋒憲政 更重要的是要把一群人一大群人組織起來 把烏合之眾組織成一支戰鬥隊伍 這就需要有一批人合作才能夠完成 那這批人現在就得開始,要形成團隊了 在運動開始之前,團隊並不需要太多的人 有那麼十幾個人,幾十個人願意跟著你一起幹 今後你就有了團隊的基礎了 你今後可以用這個小團隊把幾萬人 幾十萬人甚至幾百萬人組織起來 就能夠建立新的政黨,就能夠建立新的政權 就能夠成立各級的臨時政府 具體的方法呢,我在《變局策》和《街頭革命方法論》 兩本書裡面都有比較系統的論述 有心人大家可以去谷歌搜尋一下 然後下載參考,參考那一套系統的方法 現在就開始做準備,等到將來時機成熟 就能夠輕而易舉的打垮中共的縣政府 市政府,甚至是省政府 同時打垮他們的同時建立新的臨時政府 那個時候全國各地臨時政府聯合起來 再得到了全世界的民主國家的支持 再得到了全國人民的強大的民意支持 那就可以贏得軍隊的支持 至少是讓他們保持中立 那個時候就可以終結憲政權,終結中共統治 中共是1921年成立的 到2020年,今年是整整99年 這99年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 但99年成大錯,現在民意已經拋棄他們了 天意已經拋棄他們了,該結束了 這個政權一結束,中國沒有任何人 能夠重新建立起一套新的專制政權 全世界不允許他們,不允許中國再次走向專制 所以一定會有一個民主的中國,一個自由的中國 而一旦中國走向了民主自由 那全世界的專制政權就失去了大靠山 最後都會灰飛煙滅 那個時候人類就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紀元 所以2020年就是這一場巨變的開啟之年 希望所有的有志向的朋友 在2020年能夠有一個新的開始,人生能夠開掛 也希望所有的中國人在2020年能夠拿回我們應有的權利 享受到我們應有的福利 今天就講到這裡,感謝各位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